这中代打了 中代老王子上线 哎呀开始追起来了 这是第二阶段的进球成功率 火箭明显起劲了 第一阶段虽然打得不好 但是第二阶段有精彩的发挥 Hello大家好我是大熊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16年的英锦赛决赛 两位老对手又相遇了 这场比赛英锦赛 这两个人的决赛还是第一次相遇 以前好像没遇到过 市井赛和大师赛遇了不少 在这之前 塞尔比已经从火老师手里边 拿了一个市井赛和一个大师赛 地干多一些 带一下旁边的红球 没挂好 哎呦 这中代打得太重了 太轻松了 中代老王子上线 中代打得好 比赛赢一半 全是灯杆 哎呀灯杆 灯杆说明发力好 多了多了别走了 这球只有篮球推 还能不能交到最走错的红球 漂亮 不过这个篮球还要继续 不过这个篮体还要继续 不过这个篮体还要继续 这球不摆给 这球不摆给 推下来好球啊 纠错了你真强 这局围球不算上架 这局围球不算上架 但是纠错能力继续 右车的中代 我现在的中代真的是 有了东西 就刚才那几根纠错的球 普通的选手估计很难练回来 加点位 粉球点位的正上方 实现双交的位置 到位 轻轻松松一个手摆位 不是夸 实在找不出什么瑕疵 白球不到位 纠错回来 即将超分了 超分 属于火箭的速度 要起飞了 这场决赛 当时都关的热门是塞尔比 火箭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老赛这个时候真是强 85 86 我单从这一局来看 是两个 好好感受一下 超分的火箭 感受一下火箭的速度 94 我相信看球的绝大多数还是喜欢看这个 但是真二八锦 普通人 还得走塞尔比这个路线 勤勤恳恳 火箭这种带有个性十足的 对先天的要求太高了 普通人没有那个条件 小特算潇洒的了吧 但也做不到火箭这么轻松 可想其他人 还是老老实实走塞尔比这个路线 学习塞尔比的勤劳勤奋 以及对球的理解 好球台又是在转起来 漂亮 这里也祝愿正在高考的粉丝 像火箭一样 潇洒发挥 发挥出好的成绩 过瘾了 过瘾 OK 我是大雄 我们下期再见